嗨嗨 我是Josh 杭州亞運棒球項目的中華代表隊已經抵達杭州 然後之前出現傷腿增硬的林凱威 也已經回到中華職棒義軍出賽了 他的出賽馬上一起軒然大波 現場的球迷給了林凱威非常大的虛聲 隔天一件新聞跟專案作家 對這件事情發表了意見 有新聞說讓林凱威去承受虛聲是不公平的 也有專案作家說 林凱威被虛已經偏離了職棒本質 甚至開始檢討台灣的球迷素質 那麼我也來講下我的看法 老實說林凱威這件事情雖然燒得很大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一直都覺得還好 因為跟年初章城的事件比起來 他們都同樣為列管球員 可是林凱威沒有公開表示過拒絕徵召 雖然她傷退 可是她也不是自己主動宣布傷退 而是由雅英交流團跟棒錢那邊評估之後 選擇把她移出名單 當然這還是有存在我之前提過的時間點問題 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早換人 明明按照當時新聞說的時間點 林凱威是有機會趕上杭州亞運的 所以這之間也存在著 衛權到底有沒有如實交代傷情的問題 因為林凱威的恢復速度 比當時新聞說的還要快 最後甚至也沒有經過什麼復健賽 直接就回到了一軍出賽 這當然會讓人合理懷疑 衛權當時有沒有老實交代林凱威的傷情 比如說是不是故意報得嚴重一點 讓棒鞋跟亞運教練團選擇放棄林凱威 不過對我來說這些都只是懷疑沒有相關的證據可以證明 而且受傷的回歸時間點本來就是一個推估值 比預期的早回來這也是很常發生的事情啊 所以這整個事件我一直都覺得還好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要強調喔 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 不要貼我標籤說我出來洗地 我沒有要影響你們的看法 我只是來蹭個流量 其實我也可以理解很多球迷生氣的點 有些人也知道這次事件程序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可是衛權對外的說法 真的滿會讓其他球隊的球迷生氣的 9月10號才宣布林凱威被換掉 結果你們9月13就對媒體說 林凱威可以牛棚練頭了 目標再一個禮拜就能出賽 看到這樣的新聞大家當然傻眼 因為我們是以為林凱威的恢復狀況不如預期 所以棒鞋那邊才決定換人的 結果你才過了3天 就跟我們說林凱威的恢復狀況很OK 這不是直接打臉嗎 假如他們當時能夠補幾句話 說林凱威的狀況 我們一直有在跟棒鞋回報 雖然棒鞋前一天決定換人 但是如果林凱威的恢復狀況OK 然後棒鞋也覺得有需要林凱威回去的話 這是他身為列管球員的責任嘛 衛選球團一定會讓林凱威全力支援 如果有類似的講法 就算是演的也沒關係 只要有表達了 我們很願意讓林凱威去打亞運 這樣子事情應該就不會燒得那麼大 還有很多人在意的公平性問題 說每隊都出人了 為什麼就你衛權不用 這個其實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一開始每隊出的人數 本來就不一樣啊 像統一被列管的明明就只有林安可 你還多放著古林跟林凱威出去 如果真的在意戰力問題的話 你就不要放他們兩個出去啊 兵役問題 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嘛 而且就算每隊都出一樣的人數 一定還是會有公平性的問題 局面一定會吵說 我們出的這兩個比較強 你們出的那兩個比較弱 這種問題根本吵不完 像亞運這種在職棒賽季中的國際賽 要嘛就是你不要征召職棒球人 不然就是你就只征召列管球人 這樣就算像中信有四個列管球人 全部被征召也沒話說嘛 你被列管就是我要征召你就得來 兵役或列管狀況 是球團自己要評估的風險 好啦 那這件事情後來又騷更大的原因 是跟上禮拜龍象的大場面有關 當時吉利吉他打拳一打之後 跟艾斯特有一點口角 最後引發雙方輕板凳 結果在這場衝突中 林凱威衝在最前面 這又讓球迷引發討論了 之前不是說腳傷嗎 看來復原的狀況很好嘛 都可以衝到這麼前面了 而且那場比賽 你只是個隨隊人員 甚至還不是那場比賽的球員 結果有衝突你衝到第一 如果你跟對方的球員起爭執 弱到兩個人都被敘述出場 不就又要被懷疑 衛權是拿隨隊人員 去換掉人家的一軍戰力了嗎 所以呢 有些球迷是說 本來對林凱威的退賽事件 是感覺還好 但是在這次的衝突之後 他們不能接受 林凱威是傷兵 還這樣子衝第一嗆瞎 所以他們也開始討厭林凱威了 那我的看法呢 我覺得林凱威在衝突中 衝第一嗆瞎 我也是不太能接受 不過不是因為 他有傷兵疑慮還衝這麼快 而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隨隊人員出來 換掉了對面一軍的球員怎麼辦 這如果發生在重要的比賽 一定會引起超大的爭議 我是覺得這個衝突事件 跟之前殷傷推出中豪隊的事件 是兩個獨立事件 我是不會把兩件事扯在一起啊 不過你要單純因為其中一件事情 就討厭林凱威或討厭衛權龍 或是你因為這些事情 覺得其他四隊的球迷太過計較 因此開始討厭其他四隊 這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每個人看待事情的標準跟立場 本來就不會一樣 喜歡或討厭 不需要什麼理由啊 所以林凱威上場之後 被新裝的球迷狂虛 這我覺得很OK 就是現場的球迷 表達他們不喜歡這個球員嘛 我覺得這在職業運動中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元素 雙方要有對立的感覺 而不是永遠都和和氣氣的 每次看球員相關的新聞 都只有誰跟誰組CP 當然 有CP的新聞我也是蠻喜歡看的啦 可是這種 有球員在場上被狂虛的新聞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比如說去年樂天跟統一大場面之後 胡志偉會被樂天的球迷狂虛 梁教王也會被統一的球迷狂虛 這種感覺其實還蠻有趣的 尤其我前陣子 去看了一大堆大聯盟的比賽 這種場面真的是日常 像是紅蛙對陽機的比賽 或是太空人客場出賽的比賽 那不只是虛聲 而是球迷會直接噴各種髒話 當然因為文化差異 我是覺得直接噴髒話 或是罵球員的這種形式 不太適合台灣 不過虛一下總可以吧 我只是表達我不喜歡這個球員 又不是在罵你 當然文化現在客隊的投手 只是做一次牽制而已 就會被主場的球迷虛到爆 那也沒有什麼啊 這都是棒球文化中很常見的東西 怎麼會像專欄作家說的 是偏離棒球本質呢 場上的球人頂住球迷的虛聲 用自己的表現打敗對手 也會很有話題性嘛 我好幾年前有去紅蛙球場看計畫大戰 那個時候A-RAR還在 他也是當時紅蛙球迷最討厭的陽機球人 所以只要A-RAR上場打擊 各種虛聲跟彰化真的是滿天飛 A-RAR 還是要強調我沒有說噴髒話是好的 不過這種整個球場一起虛對方的球員 會讓主場的凝聚力很強烈 然後那個打球我記得 A-RAR直接幹了一發超遠的拳雷打 全場瞬間安靜 這種虛到一半被徹底打爆 也是一種滿好玩的體驗 那對於球員來說 也不用說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承受虛聲 這樣對林凱威公平嗎? 欸 這次職業運動欸 被虛到底有什麼稀奇的 而且虛聲也不需要什麼理由啊 不用說最近發生這麼多的事件 光是你是客隊的球員 就很值得主場的球迷虛了吧 只是我覺得這種虛聲 或是說在球場的對立意識 只有一個底線啊 就是你不要真的走心 國外有很多那種兩隊球迷在球場互嗆 嗆到最後打起來的 這種在台灣好像也發生過幾次 那種我就真的覺得數值很差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邊就好 我們下次見 掰掰